一架私家車在大埔公路近赤泥坪 懷疑失控衝落山坡 司機受傷 私家車失事後 壓毀一架村屋外牆 之後翻側起火 消防道場將火撲熄 警方說 一架私家車早6點多 沿大埔公路 駛到馬尿水段近赤泥坪對開 懷疑失控撞向鐵欄 再衝落大約4米深的山坡 司機受傷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